刘律師這邊是 因為有很多男生被老婆抓到 會寫悔過書 沒錯 悔過書就算是坦白從寬了嘛 對不對 對 其實是這樣 我常常我們受理這個離婚案件 老婆來說要跟她先生離婚 然後就說她先生外語透吃 那我們就會問她有沒有什麼證據啊 你怎麼證明說你先生外語透吃 你找到了這個什麼證據 那我遇到好多太太好厲害 就會拿出一張悔過書說 其實這已經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偷吃了 之前老公被我抓到的時候 為了取得我的原諒維持這個婚姻 就寫下一個哎呀我呢做錯事啦 我跟誰怎樣外遇啦 然後呢我認錯道歉啦 從此以後不再犯啊 如果再犯啊願意給老婆一千萬啊 五千萬三千萬 這種內容的悔過書 那當然講白一點 這個我們叫做被告的自白 自己承認自己做錯事情 而且親筆簽名在上面 那在法院當然是有用的 只是說有時效的問題 就通常這個之前悔過 就是經過一段時間 就是很久以前 然後這一次又再被抓到 那可能都超過六個月的告訴期間 只是說我們還是可以拿著這一張 給離婚的法官看說 你看這個老公一再的偷吃 雖然或許這一次被老婆抓到 證據不是很充分的 可是其實老公過往有這樣的紀錄 法院就還是很容易判決離婚啊 當作一個很有用的證據 那多半我們 那我們該寫下回過書嗎 余醫師來講 當然希望多寫 不該嘛 可是太太會希望你寫啊 不然沒辦法那個落幕啊 對 我覺得是這樣 很多時候太太都會相對就是說 比較包容的 因為畢竟跟先生進一個婚姻 尤其有小孩子 第一次發現的很震撼 那很震撼呢 老公又希望求饒 又希望繼續維繫婚姻 老婆多半會給先生機會啦 那如果這個老公本身也真的在當下 是希望能夠挽回這個婚姻的 也多半都會寫一個回過書 就或許在當時候 他真的也期許自己 不要再犯 對 那有的當然各種 當時候會外遇的狀況很多 有的是被誘惑啦 有的是本性就是這樣啦 自己去找的 都有 可是如果那一種本性就是這樣 大概就過不了 太久的時間 因為他以為反正在發現 就再簽回過書就好了嘛 對 有沒有人已經寫了好幾張的 有 我有遇過寫過三張的 對 那相對的是那種 太太在這種 她的婚姻狀況下 不得不原諒老公啦 就是可能她 第一個經濟上弱勢 沒有自己的收入 或者小孩很小 很擔心這個 最後監護權被老公拿去 那老公又跟她一直求饒 就會覺得好像有這樣子的機會 一再的給先生機會 對 那只是先生 就會看起來就是 反正再發生就是 再寫個回報 有一種是打死不承認的 對 其實我們多半都是打死不承認的 多半是打死不承認的 就是我們甚至遇到的那種 被真信社跟拍 例如說老公在外面偷吃 跟這個小三在餐廳裡面還親嘴 然後牽手 然後再一起走進汽車旅館 大家也知道現在真信社可能沒有辦法去汽車旅館裝針孔 因為這一拍就是 把它秘密醉了 所以頂多就拍到一起牽手走進汽車旅館而已 那這個老公怎麼講呢 這老公說 哎呀 我們在餐廳 但是你錯位 拍照的角度剛好拍到好像我跟他重疊 其實我們沒有接吻 那我們手牽手呢 是因為我們是好同事的關係 所以我們手牽手 那為什麼去一起手牽手進汽車旅館呢 去借廁所 就是很扯的理由 即便證據這麼明確 還是打死不認 可是這種狀況就如我剛才所講的 這個不管是法官啊 檢察官啊 看你這種睜眼說一下話死不改啊 這就都是相對比較嚴重的懲罰 那反而遇到這一種 我們一看你證據這麼明確了 好好跟太太善聊 怎麼談離婚監護權 財產多給一點 讓這件事情善聊 你跟小三還可以好好再發展 另外一個婚姻都有可能 因為這個顯然 太太是完全不可能再接受 再回頭了